港交所個人覺得其實是很跟政策的 是一個政策士的股份 政策當然是爺爺的政策 12月1月大家很開心覺得 灰色巨獸、新經濟股份全部湧來香港 大家覺得肥仔,這次比肥仔水還不肥 港交所那個股價由220多 一直撐到上去300元附近 反映了這一點 如果現在叫做會不會被爺爺那邊打散了 或者要分一杯羹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一定會有 在股價上打個截頭下去 趨勢來看和在它的頂部位置 其實一個頂低的一個頂 現在反彈我覺得是正在做一個反彈的 因為如果你有提表這些消息 276至7元附近是它下降那天的頂部 它一直不突破上去的話 暫時這一層250多元 大家看著吧 276至5元附近就可以考慮成功 OK